大家午安 今天新站的小編來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這也是黃鼎醫醫師的再生診所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針對黃醫師的新書宅治醫 有幾個問題要來請教黃醫師 在台灣因為看病拿藥很方便 醫療資源很完善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即便他看了病拿了藥 可是他的大小病還是不斷又反復發作 甚至藥越吃越多連劑量都越來越重 我們想請黃醫師跟我們聊聊看 到底疾病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我弄進去吃藥了 但是沒多久他又來 這個其實就要知道這個我們現在 我們的傳統西醫 或是我們現在醫療的體系 他能夠處理的疾病 現在的醫療體系他能處理的疾病 叫急性的疾病 叫做Acute Diseases 就是說突然感染發高燒 突然車禍 突然溺水 這種緊急的處理 他是很擅長的 因為這是救命嘛對不對 你總不會說一個人溺水 把他背到中醫診所去 被他針灸 我沒有人這麼神經病 第二個特性是他在於這個藥物的治療上 他是一個用藥物動力學去促進跟壓抑 我們叫Agones跟Antagones 就是促進跟解抗 那意思就是說 他是一種症狀壓抑 或是使身體的某一些症狀不發出來的一種處理方法 例如說他的科學最擅長的就是 例如說糖尿病 他就讓糖尿病的受體的敏感度增加等等 但是他沒有忽略的是這個人的情緒狀態 這個人的生活習慣 甚至飲食 在整個西醫院的嘉義科 他還有一點衛教 跟你講回去要怎麼運動 運動處方等等 但事實上這個我們叫醫療的paradigm paradigm paradigm 這個paradigm 我們這本書在怎麼神通廣大 他也只能寫到某一個部分的內容 西醫在怎麼神通廣大 他也只能管到這個範圍 那很神經病的就是說 我這二十幾年就是在試著補足 他我們現在醫療跟醫療體系所補足的地方 主要是兩大部分 一個就是情緒創傷 沒有人處理 你去厭面去處理你的情緒創傷 第二個就是你的整個身體平常的治癒力的提升 美力的變好 然後你排度地的更完排度完整 你這三例沒有人去促進他 沒有人去教你怎麼做 所以很多的疾病 他變卡在那裡不上不下 然後隨著衰老 隨著毒素的累積 隨著微循環破壞 結果你的病就越來越重 越來越重 到最後 就突然一個重病 或突然一個病毒來 你就走了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本書呢 它基本上它的原因就是在補足現今醫療 包含它的理論 它的所建構出來的方法 它的醫療體系跟制度的不足的地方 那這本書這個在就是在家裡 這就是自己 你說身體就是自己的 你不可能說我靠別人 醫生只是個輔助角色 他頂多是一個很好的 instructor 就是指導者 navigator 就是導航者跟你導航 那felicitator 就是幫助你的人 他絕對不是你的master 他不是你身體的主人 所以身體的主人還是你自己 對不對 所以呢在家裡 你了解自己的身體 應用這個身體 這個理論是 我也只是這個 舊瓶清酒 這個基本上是張仲晴的理論 我們把Modify 把它調整到我們現今的這個 醫療的環境 稍微給它做個調整 來適合現代人 然後再加上我們自己的 二十幾年的陰床經驗 這個方法就可以讓自己 在家裡當自己最好的醫生 就是宅治癮 很重要 記得黃領醫師 在我剛開始認識他的時候 我最記得就是他每一場演講 他會問台下的聽眾朋友 就是說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有沒有關心過你的情緒 還是就直接就你的症狀 就是問一問他要給你 但你的答案是後者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是對黃醫師就是 關於情緒治療這方面 真的非常的有影響 我會想看見你 你會想看見他 你會想看見他